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又是要来打这个超级战斗之路啦 最新的关卡 由上往下将打下去啦 接着的类别就是 力章奋斗啦 这个体操然双人 非常的强啦 尤其是在短期战上面 曾经我就是有拿他来打破战斗路 真的是非常的愉悦啦 那么队伍的话就大概是这样子吧 贵仙人 贵仙人这张免费的六周年LL 然后这一张戒王栏目就是用来搭配 这一张体蓝双人最好的伙伴 然后剩下的嘛 我就尽量选择有 短期决战的连接 以及就是像宇宙生存片北极大这样子 如果有抽到六周年的生蓝打的话 那么就更好 在这个关卡会更容易打 不过可惜我没有啦 所以就暂时是用这一个树的生蓝打来代替好了 连接方面其实是练上来的 可是因为没有开路 本身是有点弱啦 就希望他能尽量避免的受到攻击啦 然后这边的话 Supporter Memory 我就带了克林 原本是想要带这个八尾八的悟空的 可惜我的这个量不足 所以就算了 之后再来考虑吧 好 那么队伍就是这样啦 直接出发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我觉得 哦 而且对面的都是超细的角色 所以就算带 带那个八尾八的悟空也没有用 触发不了 因为必须面对极西的角色才会有 OK OK 那么就这个样子出发 哦 两位八的 这样的话还算是简单吧 诶 克力令 大热唱 诶 那么就这么个白发 主要主要就是要让体蓝双人 是比较好的开到早 稍微思考一下 OK 先来一个小老鼠 这样配上克林的support memory 有45%的减 降攻 那么首先我就全力的打克林先好了 能打多少就多少 这边的连结不是太nice 有点麻烦 OK 这样子好了 可以开招最重要 因为最后北极大会被打两下 所以就 优先 优先 降 降克林的攻击 好爱子 睡一睡前 睡一下去把克林 哎呀 没有触发他的上映技能 SASGADES 这次的顺位很美 哇 哇7万 współ 哇 12万就这样子没有了 不过不过 比赛挺重要的 北极大这边算是安全 而且他可以联集多几下 然后把藩艺利给叠上来 整体的血量有46万 整体的血量有46万 瑰仙人这边是因为有两位 瑰仙琉的角色存在 所以不太担心 这一边的话 我觉得有这么个 novel Peng ução 很棒啦 不不不 你要吃這個的關係 OK 差了一點點 不過 手法還行 手法還行 悟空的話就打龜仙人 目前目前是還有 還有老鼠 所以可以 先把克林給解決掉 不過這張是好友的 所以是比較安心一點點 然後 不要封技 不要封技 我靠 十六萬 痛到爆 要血 痛到靠北 下一輪要開道具 一定要吃道具回血 OK 兩連擊 然後最好是跟連躲一點 這個初劍真的是 感覺有點難喔 悟空這邊就觸發了 59%的 全屬性 效果把他全 防禦力 up up 可以啦 算是 CF了這一回合 好 不過 客屬的話 四萬七八了 死不去 可以 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直接來啦 沒什麼好說 超帥的 最帥的主人機了 好 這邊 好 誒誒誒誒 五天老師的復活也是觸發了 那麼這一輪我就 不需要 不需要特地去吃道具啦 先把 克林 解決這一邊 然後 這個就 五天老師 至於 最後的 嗯 沒開招 那就算了 不管你 反正 我的體感爽人就可以解決這一切了 喔 痛痛痛 嗨 好孩子 睡睡前 起睡下去 啊啊啊啊啊啊 觸摸不到 是有點浪費啦 不過沒關係 對於栗戰奮鬥這個類別 即將是一定要擺上去的啦 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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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ta最後會開不到招 但是影響不大吧 應該 算了 不管他 反正這邊悟空 硬起來就行了 然後 體難雙又可以降攻 可以的 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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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算是 沒有到非常地 壓抑了 OK 這邊就有兩格 也是簡單 大熱唱 稍微思考一下 嗯 這個好耶 好癢 然後這一邊我要30% 诶 射击 回血顺便就把 还有一个减伤 我可以省一点道具 然后 完全不够开超必杀 是有点可惜 不过就 就让他去吧 然后最后的话 因为有普助的关系 防御力大概是没什么问题了 这一边 如果是要算给下一回合的角色的话 这样子好了 多一个14%的 14%的剑 14%的彗星发动力 好孩子 睡 睡前 拒绝吗 没有 哦 连发可以 OK 直接弃绝掉了 太漂亮 太棒了 不过这个类别老实说 如果 如果没有 没有队长其实还蛮难 真的是蛮难打的 如果是以悟空系谱来弄的话 我觉得 队长加成有点低啊 打起来会很痛苦 而且 会挂这一张悟空做队长的 应该很少 OK 就这样子放嘛 嗯 嗯 嗯 稍微思考一下 我觉得 还是有 吃到那个红猪会比较保险一点 OK 这样子 我比较想要吃到红猪 这边是有 烏克 嗯 OK 攻击力比较够 这边的话 再开多一次 小老鼠 你感觉 目前没有那种 想象中难道一个不行的 那种感觉啊 还 还行 通过上一个 上一个关卡 跟这一个关卡 还没有到无解 还没有到无解的感觉 OK 看这一回合 能不能把这个 17号给解决掉 联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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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好 解决掉了 再来一个 Doki Doki的气节 没有 哈哈哈 不过被打到很痛 哇 这边 这边北极塔被打的话 会上天 超级危险 嗯 这边的话 稍微思考一下 看一下 超高确立气绝 然后 这个是必杀技封印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就超高确立气绝就好了 OK 这一个 然后 看是要这边 超必杀没有 超必杀也没有 这样的话 有一颗红族会比较赚一点 哈哈哈 反正 思考方式很简单 哪里一边比较赚就用哪里 这只龟仙人 可以用他上场的 对 我觉得尽量让他上会比较好 因为 他的一般 那个12期的必杀 超高确立的气绝 真的是好用 有他就可以了 尤其他是免费卡 不可能没有的吧 哈哈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没有的话 就是自己没去打的 那就怪不到别人了 这队伍内 我觉得龟仙人 龟仙人很重要 尽量的是 安排的队伍 龟仙人能上的 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是有 悟佛的朋友 然后又没有提案上了 那么就用 物佛mix技术来组 那么就可以了 嗯 这一点 大概就 这样子 OK 收到这一个 好 因为处在气节状态 所以没什么好怕 欸很简单欸 我觉得 这一轮的好像有点简单 对于有队长的人来说 还蛮简单的 应该是这么说 OK CLEAR 第二关 然后第三关 是乌范 比克 不要管了是五个人喔 哦 两个罢了 吓死 乌范跟比克 的话 哦 因为体数太多 这一边其实是蛮危险的 好 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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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犯 这边气节污犯 我选择气节污犯 先把威斯给开上来 40%的减伤很重要 然后这一边两颗猪 很好 可以算是蛮好的发挥 欸 差点打错了 打比克先这边 OK 最后的Begita 就很简单了 打谁都一样 然后看能不能触发他的气节 一切都是以气节为条件来考量的 看一下 OK啦 五天老师就是放 然后这边是克手的 简单 好孩子 睡一睡前 请你睡一觉 OK Nic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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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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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的 OK 啊啊 普攻 不過這邊被打應該蠻痛的 就知道 常痛了 首先 悟空就打這個 先擎一輪 對這邊還有一輪 開尾王 257萬 nice 接著就是 Core 送啦 这一边的话 先这个样子 这个这样子 红法 接着嘛就是比克 七颗猪 最后北极大这一边 我觉得 来一个小巴把我们的防御力 全部拉上去 最后 当然是这么个打法 nice 轰轰烈烈的恰意 402万 923 悟空的三四怕补助 这一轮自己挂 猛到爆炸有没有 ok ok nice 超快速就通关第二个战斗之路了 感觉这一次的官方没有做到很难 目前打了头两关来说 可以可以 随常放 先解决了两关 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啦 嗯 不过 队伍内老实说 主要还是因为我有队长会打得很顺畅啦 如果没有队长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蛮难解的 我觉得悟空是最有选啦 第二个选择 悟空是最有选择 悟空是最有的选择 如果没有的话 想要用 其他的队伍来过 目前 应该悟空系统或者纯粹赛亚人的 两个选一吧 二选一 这两个队伍比较有机会啦 其他的好像比较难欸 真的是蛮难的 因为这个会好过主要就是 武田老师 贵仙人塔的那个超高确立气阶 真的是绑了很多 嗯 需要稍微研究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队伍们 让武田老师给融进去队伍内的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ja またね